完全是这个 您好 谢谢您请我参加这个节目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先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五 包括您在内 一共有44位美国的作家 还有学者 发表了一封 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其中主要就是呼吁 中国要释放 维族学者伊利哈姆 释放刘晓波 普志强还有高瑜 实际上我们知道 最近几个星期 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团体 还有个人 向习近平来发公开信了 大部分是以人权诉求有关的 您认为这些公开信 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美国和中国之间 当然有很多这个问题 很多的矛盾 也包括这个贸易上的 经济上的 网络安全 就是产权等等 这类似的 但是背后总是有这个人权问题 自从当代美国 美国关系开始了 就是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以来 这个人权问题 总是出现了 而现在 比以前还是说了重视 人权 这个人权 进步的过程 总是这个 一步一步的 所以 毕会 这次发表了公开信 诉求中国政府 释放这个有名 良心犯 受到了美国社会里的主意 前面这个 更开信的人 包括了美国文学范围 学术范围 知识范围的 有名人 所以我以为 这是肯定会 有作用 肯定会有作用 但是我们的进步 当然是一步一步的 但是美国社会里 注意中国人权问题的人 比一千多得多 是 确实这是有比讳